随着花朵 踏进快乐网发空 闪闪 闪 暴亮的光景一屏风 我们的快乐风与出面不逍遥 让每个心爱一起跳动 跟着猫猫走去快乐网发空 这是属于我们的发光之潮 带着笑容 取傲的天马星空扰 我们的爱得越是最高 猫猫猫猫入肚 有一只小小和猫喜欢啦啦啦啦唱歌 爸爸的 亮亮的水瓦是它温暖的对我 有一只小小和猫我们叫它Hippo Hippo 最喜欢玩多猫猫躲到自己的梦里头 有一只小小和猫长大以后相当英雄 为远的 肚子里头装了好多绝世无垢 有一只小小和猫走路总是抬头挺小 汪汪的 泡泡的泥巴是它专属的T-Vo 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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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甸甸白寒白罩 都一风飘一桥头一童山跳穿起连红炮 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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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好大 AP 有一只小小河猫喜欢啦啦啦啦唱歌 大大的 亮亮的水瓦是它温暖的飞翁 有一只小小河猫我们叫它Hippo Hippo 最喜欢玩多猫猫躲到自己的猫里头 有一只小小河猫长大以后相当英雄 每天的屋子里头装了好多军事无垢 有一只小小河猫走路总是抬头停手 黄黄的 口黄的泥巴是它专属的Po 滴滴滴滴滴鸡但当说事办办认 都屏属一花一花做一花身条 春起点瘾好好的 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答饿了做不懂 滴滴滴滴滴答答答够吃太饱打 кад 咚咚咚 动一头跳一跳做晕动身体好春起脸红红 嘌嘌嘌嘌嘌嘌嘌 餓了這補兜 嘌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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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泰oul打的 嘌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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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像英雄 別叫我少掛懂別叫我 都囚舞他我不怕衝衝 嘌嘌嘌嘌嘌嘌嘌 我是土教授 我不怕吃苦 Could or 我不怕吃 됩니다 讓 hyped look 我是像英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我是檸檬格格 檸檬格格 你看 我花的是什麼 這個 一看就知道 是你的自畫像 沒有錯 這是我的自畫像 而且我還畫了 Momo 小咪點點亮亮 大明星全部在這邊了 不過你的自畫像 跟Momo點亮 你要放在哪裡 我是覺得 這個可以放在餐廳 或者是客廳 還有我的房間 可是只有一張紙 好像有點單薄 想要幫它裝上一個相框 好像會更完整耶 那我知道了 我們就一起來用色紙 折相框 而且你還可以使用 自己喜歡的顏色 怎麼樣 不錯吧 聽起來很不錯耶 那這個香日葵相框 要怎麼做呢 一起來看看吧 香日葵要怎麼折呢 首先把紙張對折 再對折一次 然後打開 把四個角都往中心點 折出折線 然後打開 把右上角對折到剛剛的折線 接著是右下角 一樣對折到折線的地方 另外兩個角也是一樣的步驟 再來從折線的地方 蓋起來 然後翻到背面 轉個方向 再一次 把四個角都往中心點折 好嗎 別說了 可惜了 快點折 來好了 來吧 好嗎 再一次 來吧 來吧 這一點 夠了 來吧 我就夠了 這一點 可以了 來吧 那 都折好之後 再往外反折一點出去 反折的寬度都要一樣 會比較好看 對齊上一個寬度 折出去 最後一邊也是一樣 折好之後 翻過來正面 上日葵花的部分就完成囉 再來折出底座 先把紙張對折成長方形 再對折成正方形 然後打開 把兩邊往中線對折進去 再來像翻領子一樣 把上面翻開來 折成三角形 然後把它復原 把右邊打開成小房子的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 另外一邊也往內折 前面也要超過中線一點點 折好之後翻過來背面 沿著折線 把兩邊往內折 折好之後 再翻回正面 把中間這塊往上折 這樣底座就完成囉 我們就可以來組合了 拿出剛剛折好的像日葵 黏在一起 立起來就完成囉 這個折紙相框真的非常的簡單 而且折完之後呢 也可以放在家裡面各個角落 變成裝置藝術喔 沒有錯 那今天的像日葵相框 大家都學會了嗎 忘記了也沒關係 跟著動畫再來練習一次 像日葵相框要怎麼折呢 第一個步驟 沿著虛線把色紙對折成三角形 打開後會出現一條斜線折痕 接著從另一個方向 在對折成三角形後打開 色紙中間會出現兩條交叉的折線 接下來沿著虛線 把四邊的角都往中間對折後再打開 沿著虛線 將四邊角往折線的地方折上去 再沿著第二條折線往裡面折 翻到背面 四邊角 四邊角沿著虛線往中間對折 接著沿著虛線四邊角再往外折後壓平 翻回背面 放照片的相框就成形囉 再拿出另一張色紙 先把色紙左右對折一半 變成長方形後打開 在上下對折變成長方形 在上下對折變成長方形後打開 中間會出現十字的折線 接下來色紙上下對折變成長方形 接下來色紙上下對折成長方形 沿著虛線左右向裡面對折成正方形 接著再沿著虛線 接著再沿著虛線把兩個角往下折成三角形 再復原 由內往外打開三角形後壓平 接著再沿著虛線 接下來沿著虛線的地方把色紙折上去 左右兩邊沿著虛線的地方往後折 沿著中間虛線的地方把色紙往上折 相框的底座就成形囉 最後把相框跟底座黏在一起 香玉葵相框就完成囉 哈囉 我是海苔哥哥 哈囉 我是小紅美姐姐 小紅美姐姐又來考考你了 你覺得企鵝是鳥還是鵝 企鵝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鳥 厲害 居然沒有考到你 企鵝它游的速度非常地快 可是牠走路的時候 這樣搖搖晃晃的速度就很慢 所以每當遇到敵人的時候 牠們要逃跑的時候 就會先趴下 用滑的方式前進 雖然企鵝是鳥 牠有翅膀卻不會飛 牠肚子圓圓大大的也跑不快 可是牠的嘴巴還有爪子 跟一般的鳥是一樣的結構 沒錯 所以企鵝是鳥類 那再問問大家 企鵝為什麼可以走在冰上 卻不怕冷呢 是不是牠們都會 煮火鍋來吃 好好吃喔 不是 那是不是因為 牠們都會自帶暖爐啊 好暖和喔 不對不對 應該是牠們跟我們一樣喜歡洗 熱水澡 洗熱水澡太舒服了 這些答案都不對啦 企鵝不怕了 是因為牠有穿大外套 身體圓滾穩的企鵝 身上藏著很多脂肪 就像穿了厚厚的外套一樣 不但能抵擋冷風 還能保暖 而且企鵝全身覆蓋著蔥貼羽毛 可以隔絕檳榜的海水 讓身體不會濕掉 這樣就不會怕感冒了 穿著厚外套的企鵝 眼光管得很可愛吧 原來企鵝不怕冷 是因為身上有厚厚的脂肪 那這個脂肪呢 也可能跟企鵝的食量有關 你們知道嗎 企鵝一天要吃自己體重的 百分之十的食物量 你們可能不知道 百分之十是多少對不對 好 小朋友 您想一想 如果你的體重是30公斤的話 那你一天就要吃3公斤的食物 太多了 海苔哥哥 我吃不完 吃不完 太多了 我也吃不完 可是企鵝吃得完 而且這是企鵝每天 需要吃完的量 為了維持足夠的脂肪 真的很不容易 對 大家今天都知道了嗎 企鵝為什麼可以在冰上走來走去 卻不怕冷呢 因為牠身上有厚厚的脂肪 還有毛 可以保護自己 下一次再來學更有趣的知識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大家好 我是櫻花哥哥 櫻花哥哥問你喔 你有沒有過就這樣 在窗外 抬著頭看著天空 看著雲的變化 看著看著就可以看好久 對喔 有時候那個雲 飄得很快 有時候那些雲又飄得很慢 有時候又會慢慢地集結成 變成不同的形狀 這樣看著雲 看著看著 有時候一個下午就過去了 對啊 對啊 而且天空還會有那種 排列整齊的候鳥 就這樣飛過去 甚至有時候運氣好 還會看到彩虹寡在天上呢 那今天我們要來觀察的圖片 就跟天空有關 邀請小朋友跟著我們一起來 找一找 兩張圖片有哪裡不一樣 先來看看第一張圖片 這片天空上的雲都很特別 對 櫻花姐姐 你看…有的像飛機 像冰淇淋 還有一朵花 甚至還有一個兔子形狀的雲 除了雲 還有其他的小動物是什麼呢 我看到了 是鳥 有好多隻鳥在天空上 啪嗒啪嗒地飛翔 有的翅膀是朝上的 有的翅膀是往下的 一共有 一 二 三 四 六 一共有七隻 檸檬哥哥 你觀察得很仔細 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也都看清楚了呢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另外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跟剛剛的圖片 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趕快想一想 找一找 不一樣的地方會是雲嗎 雲好像看起來都一樣耶 不是雲 那該不會是鳥 喔 我發現囉 哇 檸檬哥哥找到不一樣的地方 那小朋友 你們也都找到了嗎 檸檬哥哥 趕快來告訴大家 你發現哪裡不一樣呢 很好玩耶 有一隻鳥變成了魚 沒錯 沒錯 中間的一隻鳥變成了一隻魚 在天空飛 那小朋友 你們也都找到了嗎 今天的觀察力與記憶力遊戲 好玩吧 下一次再來跟著我們 一起當小侦探 挑戰不一樣的關卡吧 沉天沉天說愛到 花花櫻花香味飄 蝴蝶說 彩蜜世界了 滔滔 夏天夏天 炎陽照 一隻芒果滿樹梢 媽媽說 吃塊西瓜樹奇小 春夏秋冬 四季變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個季節都美好 秋天秋冬 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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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说 吃完糖原甜 碎了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 春夏秋冬 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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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说 吃完糖原甜 碎了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 春夏秋冬 秋冬 秋冬 international